女星小猪黄木炎日前到屏東出外景留宿饭店的时候 有一只巨大的橘色猫咪从浴室的天花板上掉下来让它吓坏了 不过事后网友说啊 橘猫象征大吉大利 在大家的鼓励之下 小猪去买呱呱乐 结果呢还真的中了一千块钱 他也把八百元捐给了这个浪猫帮这个好运分享出去 太夸张了 怎么会有猫闯进来 你们都不停掉了 天上突然掉下一只大橘猫 一人小猪黄木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I'm kidding 你看一下 猫咪在浴缸内用超萌眼神动张希望 但小猪还在几下当中 太可怕了 救命 我刚才穿起来一个巨大的身上 如果我现在在泡澡我是不是被打到 圆滚滚的大眼睛捐得超级可爱 但猫咪到底从哪里来 太可怕了 我的天哪 我只是吓坏了 我刚刚是一只以为这只老虎 一人小猪黄木炎日前到屏东出外景留宿当地饭店 才刚进房间不到半小时突然浴室传出巨大声响 走近看竟然是一只橘猫 结果后续有老板指引将猫咪代理房间 结束猫咪惊魂 到画面曝光瞬间吸引15万人次观看 小猪说这只猫感觉长时间待在饭店 看老板跟他说话的方式很自然 而其实惊喜还在后头 听了网友的建议 说猫咪象征大吉大利 小猪决定花200元买呱呱乐 结果真的中了1000元 他本人也很惊讶 立刻PO网和大家分享 不管是巧合还是猫咪代彩 小猪最后捐了800元给浪猫 把这番好运变成爱心 分享出去 记得思绪屏东报道